重前有班人在黃金商場出面想說說科技 誰救我厲害?我一個月換了五部電話 整個仙達都認識我 誰救我聰明?我做了二十多年工程師 看曲多過你看Facebook 誰救我威?我是科技才子 我乾爹是skip job,我奶媽是Bill基 蛤?Bill基餵奶這麼重口味? 你們別管,看招 蛤? 唉,其實想聊一下科技 又不一定是師兄才子晚人的專利 輕輕鬆鬆,還有我們跟你講一下科技,講一下電玩 還有不少得搞一下難驚 我們就是科技集帥 OK,歡迎回來收聽Youth Power Radio的節目 科技集帥網台版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大王 我是Sunny 我是阿軒 今集是第幾集你想問一下 第四 啊,你記得 還記得 還記得,多幾集就忘記了 都兩位所以應該忘記了 對呀,那今集 我們又是用一些 Follow-up的新聞來開始 不如 阿軒有什麼Follow-up新聞 講回上個禮拜 不是上個禮拜 不是上個禮拜 上一集 我都忘記了第幾集 好像第二集 有一個鏡頭相機 Sony出的 QX10和QX100 其實就在IFA展那裡 就已經發佈了 對呀 香港也都發佈了 價錢其實跟預期差不多 它最便宜的QX10 就是港幣是1980 兩兆都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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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價錢 買一部數碼相機 好一點點 就不止價錢 那它貴的QX100 它就是賣3880 對 都是比一部RX100相機 RX100那一部好像賣5-6千元 對 差不多便宜了一半 那它功能是少一點的 對 那就講一下有什麼功能少了 它就有些手動那些 就是平時我們相機用開 全手動或者光圈 即是高手Mode 那些比較進階一點的Mode 其實已經CUT了 即是現在只用P Mode 對呀 就是全自動 或者是最多給你教一下光暗 教一下白平衡 即是不能教光圈 才能決到那些暫時 暫時 那些人Review回來是沒有的 那就不知道它真正的賣家是否 那就 Youtube這條廣告很吸引 有一個moment真的很吸引 有一個moment 有一個moment SUNNY可不可以說 你最吸引你那個 最吸引我那個 在最後 那一開始就是拍著那男生 拿著鏡頭 連電話出去拍照 對 那他開頭拍照 那樣就展示一下效果 那樣都OK 挺漂亮的 那但是 反而最震撼的是 他拍了一半的時候 他就拆了一個鏡頭出來 就放在牛巷裡 一條隙子裡拍照 那隻貓仔 我就發現原來 他不一定要掛在一部相機裡 即是不一定要掛在一部電話裡 sorry 而是他可以拔出來 就好像高大便的浮泡那樣 我突然看到哈曼大人出現了 就拍完那隻貓 轉過頭 他眼射自己也行 原來 等一下 我心想說 眼射的意思是 不是 一時想到 那個叫自拍 好厲害 他自拍到自己 即是他可以看著這麼大 我鏡頭然後用一個 像素比較高的鏡頭 因為一般前置鏡頭的像素比較差 他終於可以用這個方法 即是可以脫離那個機體 你眼面拍自己照 那當然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我發覺原來 拿著這部鏡頭相機 到處拍照之後 你會追我女兒的 這個真的很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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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真的要 Sony應該不包這個功能給你的 他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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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真的成功看你的造化 你的樣子如何 就是陳冠希拿著十萬像素 追求女兒 他拿3310也可以 3310追求女兒 3310 但是3310自拍不到相片放上網 沒什麼所謂 所以QX100和QX10 真的令人期待 但是9月真的是發佈月 除了QX100和QX10 另一樣發佈的重點就是Apple Apple 對 這樣就跟大家說不好意思先 因為上一集我講 有些少預告 說了9月有什麼機 我才記得 竟然忘記了最重要的事情 對 我都不明白 忘記Apple 不要緊 現在跟大家介紹 很困難的 先跟大家說 說多一點提外話 先說起Apple 9月19日來香港 9月19日 上了Steve Jobs那部電影 大家去朝鮮 我有朋友說 他有個朋友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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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外國那裡看了一部電影 就好像說一半半 但是我自己也會入場去看 都是朝鮮的 都是支持的 我沒有留意入場看電影 這部電影作為科技迷 一定要看看 那Apple發佈iPhone 這次發佈的就是iPhone的5S 還有一部叫5C的相機 你為什麼在笑 不給笑嗎 這人這麼兇 行行行行 這樣就5S這次的重點 就放了在它 加了一個叫指紋認證 是 那這東西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就是指紋認證 它有點像以前有部Motorora 有部Motorora HX 即是我那部 對 我已經覺得是很舊的事情 所以我那部有什麼 這麼值得期待 我用了很久 其實就是 當你解鎖 或者要入密碼的時候 譬如說 在App Store那裡 Down App 有時候它叫你打密碼 它現在就可以用這個指紋 代替你打密碼的過程 方便一點 但其實我自己用HX 我都沒有什麼用那個指紋的功能 因為你的指紋沒有那麼多功能 即是現在你不用打密碼 又直接拿著機器 你要打密碼下 掃一下你的手指就OK了 這個我就覺得是方便的 我覺得是OK的 還有它那個指紋掃就好過那一支HX 那一支HX那個我有時候 了幾下都不行 我會我會 那現在它這個 我不知道它很厲害好不好 但是它起碼多了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 怎樣說呢 可以save幾個人 save幾個人的指紋 那就幾個人輪了一部機就可以 但你就說不分卡 輪了一部機 是的 這是一個重點 所以叫輪部機 不是share部機 是輪部機 就是說你設定了你不同的手指毛 但你女朋友設定進去的話 基本上你裡面的東西都可以讓人看 其實都有些什麼 一來你人身安全 就是又搶你的手 又搶你的手 要連手一起砍 放雞部iPhone 還有手指 麻煩 那你想想想 被人砍的時候 就說我用5C而已 不是5S 它一看一按鈕就不知道 喂沒有按鈕下去 師傅你騙我 都不用看一按鈕 看一部機身 那一部機身的5C 另外一件事就是 就算你女朋友 不進她的帳戶下去也好 即不進她的指紋認證也好 你睡著了 她拿你的手指來 然後你也糟糕了 睡著就把手指砍下來 戴手套 然後就放在手飾箱那裡 變成藥箱 那這些就 看看你女朋友對你好不好 這些不到我考慮 或是你媽媽搜尋你 很難說 你懂機會 但問題為什麼 一講到沒有5C 或是塵咕嚕 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沒有5C 就在iPhone來說 就非常破天荒 對 它破天荒的地方 是用回全膠的殼 還有五隻顏色 讓你選擇整部戰隊 最好笑的 我覺得這部機 搞笑在不是說 用膠機身 用顏色的 因為好像 以前有其他機 有時候都會用膠的 又或者顏色的 其實用慣ipod 你應該會明白 用顏色是想讓你選擇 其實是漂亮的 但問題就是 我覺得是定位上的錯誤 對 因為本身這部機 就是想打過去 從來沒打過的市場 就是中階市場 但是你更加 4600多 有沒有記錯 4600多 4600 總之你差不多 如果4700來買一部 中階機 中階機 我覺得4000多 不是吃錯藥嗎 我想問一下 但其實 Crossback 就是跟iPhone5一樣 iPhone5的定位 不是 不是這樣說 因為這部機 的推出本身 就是想開闊新市場 首先我不管 你的餡料 你用什麼厲害的餡料 你喜歡的 好像其他品牌 小米 那樣是用一個 高階機的餡料 但它用中階價錢 即是二、三千元的價位 這樣就可以開新市場 那你差不多4700元 和5S相差幾百元 即是那些人儲錢 可以儲少一個星期 儲少一個星期 儲少一個星期 打劫少兩次 原來大樺是用這個 方法儲錢 你又坐牢了 大樺 你每一集都要 各位歡迎收看我YouFar Radio 在壁屋監獄中開的節目 今天計四集 我記得他姓罪犯一個 所以我覺得這部機 最奇怪的就是定位 你本身要定中階市場 應該用一個中階價錢 就不是用一個高階價錢 就是中階市場 所以變成不只是 我的EG科技迷 錯了笑 那天我見完它發佈之後 因為現在我看法佈 很喜歡看財經新聞 因為EG差不多反映了 坊間對這部機的啟發 是一個另類的民意調查 可以這樣說 那天其實 那些古評人 就是平時最喜歡 吹風的那群茄蛋 每個人都說 這部機 這部機的定位 真的很奇怪 不用看評語 那麼個人的東西 只是看它的股價 由它發佈了iPhone5S和5C這個發佈會 開完之後 它當日它的開市價是五百零幾 忘記了多少實數了 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過了一天還是兩天 我們看到那個股價已經落到467元 總之就吃了四月那款 那股價真的多謝了 還有5C除了價格奇怪 它的保護套又不可以不提一下 嘩 它的保護套簡直是經典 有圈圈那個嗎 你說的 以前的 好像那些五指棋 或者以前某個土運區最怕的東西 本來就是連縫 是連縫 它一個個圈這樣 其實就有點奇怪 如果你說 以前那些套 我會特意留回iPhone的樣子 就是Apple的公仔 或者iPhone的字樣子 它這個就是有些圈 就遮蓋它原本寫著iPhone的字 總之就變成好像 很奇怪 老場時間買過二十元那隻膠套 我睜一眼看到5C的樣子的時候 跟我看到2DS的反應是一模一樣的 哈哈哈哈 現在那個任天堂粉絲笑不出來 我又2DS 我 我又沒有笑到2DS 我真的覺得是假的 這個我也覺得是假的 5C 我早就知道它會出5C 但不是要這樣 你沒有遇到是這樣的樣子 樣子 他也說了是5C 上次看到我的樣子是這麼奇怪 那我又接受到 但是2DS我是 由惡搞定變成真的 我真的覺得不同 不如這樣吧 5S和5C 因為今天第三部分 是一個天下武鬥大會手機版 天下第一武術大會 你沒那麼執著 你經常打車那樣的 總之我們最後那部分 就會講整堆手機大運戰 我們那部分就再慢慢講兩部機 那現在我們不如再講一下 另一單不知道令人開心還是不開心的新聞 其實我不開心的 我都不是幾開心 我都不是幾開心 其實我都不是幾開心 那是什麼事呢 其實就是Microsoft 就正式收購了Lokia的手機部門 我們首先為Lokia物愛5秒鐘 5 不如我剛剛發覺到 不要那麼長 因為我剛剛發覺到 如果我數5、4、3、2、1 這樣就不算密開 算吧 這些放心中吧 放心中吧 Lokia 曾經是一代手機王者 沒有記錯 Microsoft好像說收購了之後 就不會再有Lokia這個名字 不會再用 它最多好像都繼續用Lumia這個名字 好像是 它會用Lumia嗎 好像是 它不是說完全不會有Lokia Serious的名字 我記得是它不 不用Lokia的名字 我記得 是不是情況有點像 Sony Ericsson變Sony之後 就保持了Xperia這個字 類似 因為我記得以前的Xperia這個字 應該是這個原理 即是說 當是手機的Product Line 就不再是公司的名字 它好像還有新機 Wilmars出來 1520 好像是 是否末代的Lokia 應該這樣算 它經驗那一部應該不是計Lokia的名字 應該是Microsoft 不過要到時才知道 都是Wilmars來的 這宗 真是一個 我們見過 最成功的木馬屠城 我覺得 不是 木馬屠城 只是它顯示了這個東西 同性相距是錯的 木馬屠城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是甚麼事 大約是三年前左右 Microsoft就正式宣佈和Lokia合作 那時候Microsoft好像丟了幾十億給它 還有會放了一個CEO 中文譯名是艾樂譜 好聽就是放人材進去協助研發 幫你們管理 重整架構 由它進去開始 就立即剪掉它們用了幾十年的Symbian 然後就停了Megle 跟Intel合作 你一個間諜入了人的王朝 當然是先殺光人的工臣 唯一用的是 整間公司只准生產Windows Phone 殺光了工臣就容易奸臣 結果我們都知道 就被Microsoft收購了 中間的過程 原來由它上任開始計算 去到被人收購 股價是當年的三分一 當然是趁低吸納的 放下去其實原因就是這樣 人們的陰謀論 是不是真的 又有一間廢的公司 放一粒病毒 在一間搞笑的公司裡面 然後弄死你再吃你 這樣很正常 最重要是 大家會形容為木馬屠城 就是因為這位間諜CEO 我們就這樣稱 主觀 這位CEO在成功收購之後 是回了Microsoft做的 不是回了Microsoft做的 而且還要說 可能會是下一任微軟的CEO 他是候選人之一 你想一下這樣 想任的機會都很大 木馬屠城 間諜 那你還是什麼 明明成功潛入 就是Snake 我只是覺得是兩間賊 Snake沒有那麼明顯 還有 我就不可以不佩服網民的創意 有一句說話 我真的至理名義 說這兩間公司Microsoft和Lokia的合作 是天衣無逢天作之合 完美的結合 為什麼呢 因為Microsoft的系統 會讓你想扔爛一部手機 而Lokia就讓你扔不爛一部手機 仍然要繼續用 這樣想換相機也很難 我真的沒有想過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真的很厲害 我的網民的創意真的 不可以不佩服 這樣 沒有記錯 我可以早幾天好像 上來這個studio 逛逛 聊聊天 那時候阿騫好像拿了一包朱古力上來 我特地買 那一包是Kicat 說名字沒問題 沒問題 剛才都說了很多名字 算了 為什麼會特別買Kicat回來 原因就是Google就跟Kicat合作 不是那個是雀巢 雀巢 你沒有聽錯 各位聽眾 你沒有聽錯 不是飲食節目 我是說Google 和出產食品的雀巢 真是合作 合作什麼呢 就是Google 因為他平時用Android 都知道他的代號 全部都是甜品名的 那他由 上代呢 現在用的就是4.3 那就是 Ice 不不 Jelly Bean J字頭 下一個呢 就輪到K字頭 因為他是由 沒有AB 就由C 由C開始 就CDE 每一代都會加一個字母 對 字母加進去 加到今代 就應該是4.4 就應該用K字頭 沒有人猜到 跟著策合作 真的做了KidCat 就拿來做下一代Android 或者大家現在可以看看螢幕 就看到有一塊 朱古力街Android公仔在那裡 那塊的朱古力我都想吃 如果有我一定會買 我也很想買 我買完有點不忍心咬 那你可以買兩包 一包吃一包草的 草朱古力 不如出公仔 都好都好 應該就 我相信會 那就說回Android 4.4 暫時我們都未清楚 他都未有任何數據 或者什麼 去講過 甚至幾時發佈都沒有人講過 他只是會說 我會用KidCat這個名字 因為個人覺得 就是個人意見 因為近來Android的 每一個版本上 其實因為 其實因為我到四字頭 這個位置已經做得很好 情況有點像iPhone 因為本身那樣東西 系統已經做得很好 所以就不用太多的改動 還有功能本身 也有創意的功能 所以就不用太多的新東西 所以變相用來做宣傳的 是少一點的 所以就索性跟一間朱古力廠合作 你想想 只是這宗新聞 說跟一間朱古力廠合作 然後你未講任何內容 已經佔據了不同科技網的手頁 其實他不說的話 我差不多是忘記了KidCat這件事 我是忘記了 因為我沒有吃過 我經常買了M窮M那間 即是你買朱古力 你不會突然想到這一隻 但是他跟Google這樣搞一搞 又好像帶起了他的名字 是的 起碼我會先買了一包 有個廣告的效應 是的 不知道誰跟這個宣傳 兩方面的宣傳效果大 真的可以 這件事 除了這個 我們還有沒有其他新聞說 還有一單新聞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早幾陣子 就有個報紙 就說踢爆了出來 說有很多強國出產 說強國對不對 還是說 沒有問題 大家明白 明白的 強國出產的一些著名的APP 他們就會拿出一些用戶資料 去做一些不知什麼 變賣 變賣 令到一些人開始對大陸 強國出的APP 就會比較有疑慮 我不認為普遍人有疑慮 其實我本身一開始經驗不會用 我不認為普遍人有疑慮 但是我認為有疑慮的人 是一開始已經沒有用 是 用了的人其實是不會 可能已經有疑慮了 他不關心這件事 他不覺得有什麼危險 或者是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就跟大家說說 他現在說了幾個APP 一隻很多人用的 看到有什麼360的安全衛視 對 一隻安全衛視 真的有很多人用 又是木馬圖城 說安全 經常見很多人用的 我以前學校圖書館 全部都是用一隻防毒的 但是很煩膠 有些朋友 因為我帶他們親戚的電腦 他們有裝備 是 不斷彈出來 對 不斷彈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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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很恐怖 我那時候幫人彈它 我要重複了四五次 還要上網找街拉 才可以成功的 差不多改成燈獄檔 對 很麻煩 其實 我們現在說的是Android的Apps 不是電腦的事 Android的那個 大家都知道 我們下載的Apps的時候 會有權限 會告訴我們 它在用什麼 是啊 現在這個360的安全衛視 它就用了44個權限 哈哈 差不多跟你Wood了差不多 Wood機 如果你Wood了的話 可能更多 是啊 還會拿到你的iMe 即是你的機身編號 那些東西 那些人就開始懷疑 他拿一些資料出去賣了 嗯 是啊 但軟件真的很賤價 是啊 還有一隻的 這個我也很多人用的 叫天天動聽 Shit 好像有人拿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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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過 以前裝過 以前裝過 以前我也幫人裝過 幫人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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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s都要人幫 喂 不懂撞斑可能有東西 哎 那這個App 都上了那些Pay Store 那些派人榜 好高 好高 免費Apps都沒有派人 那他就沒有360那隻那麼嚴重 那他就 只是說他收窄iMe 還有會用到 相機 還有錄音的權限 因為你一隻是單歌來聽的Apps 這個 但他就不知道為什麼會用到你的相機 用到你的音 Spikecam 那就 不知道他用來做什麼 啊 別問了 啊 下一隻是什麼呢 嗯 其實 應該是未爆出來 應該很多強國App 就是這樣 現在最主要說就是這兩隻 現在就是 那份報紙就是講了這兩隻Apps 不過其實 最後講一講 其實iMe有很多Apps都有拿來的 其實是 其實很多時候打遊戲 那些遊戲 他們都會拿你的iMe 做你的帳號碼 不過你可以自己再設一個 但是他隱藏了在背後的帳號碼 其實他是做了一個記錄 看看你有沒有拿幾個帳號碼 那些 是啊 他防止人證假帳號碼 他拿來不知道做什麼 那可能就官方澄清一下會ok些 是啊 不過國產Apps就 點多一點點擔心的了 那我遲下去找集 講一下國產Apps 我自己免得過都不會用強國 那我找集會是專題來的 不過今天的科技新聞環節就差不多了 我又準備下去下一部分就是電玩新聞了 那他說電玩新聞就一開始挺刺激的 有一位主持就說要用某些時間 來露少一隻遊戲的 那我們就交給他了 時間交給你了 好 待會回來 下別電玩新聞 記得收聽 拜拜 拜拜